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本气象厅证实这是上个月311强震之后的余震 这起强烈余震发生在台湾时间下午4点16分 镇央是在福岛县的宾通地区 深度只有6公里 属于发生在陆地上的极浅层地震 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了海啸警报 随后在台湾时间下午5点05分解除海啸警报 而这起强震截至目前为止 罹难人数增加到两个人 总计超过有36万户大停电 画面剧烈摇晃 电视荧幕都被震了下来不停晃动 台湾时间11号下午4点16分 日本福岛县发生规模7点1强烈地震 随后日本气象厅把规模下修为7点0 深度从原本的10公里修正为6公里 镇央位在福岛县东部沿海的宾通地区 属于路上的极浅层地震 随后不到10分钟又发生两起强烈余震 规模分别为6.0和5.6 深度都只有10公里 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警报 强震后不到一个小时就解除警报 各地灾情陆续传出 距离镇央只有30公里的福岛县盘城市发生山崩 民宅倒塌还有车辆被埋 幸好驾驶已经救出 在临近的磁城县传出有民众 在强阵中跌倒头部受伤 送医不治死亡 东北的福岛县手和工程三个县 合计超过36万户大停电 灾民生活雪上加霜 日本气象厅证实这起7.0强烈地震 属于311强震的余震 而7号在工程外海也发生了规模7.1的余震 日本气象厅表示 东北和关东沿海未来几个月 都很可能再发生规模6以上的强烈余震 大爱新闻何嘉诚编译 今天下午的7.0强震 福岛合一场也受到了影响 1到3号反应炉外部电源一度中断 紧急撤离人员 灌水降温的工作则是暂停了50分钟 不过目前已经恢复作业 核电厂周边的辐射值也没有明显的变化 东京电力公司正在检查相关设施 有没有受损 另外东电社长在今天下午 则是来到了福岛县公开道歉 东电社长说完深深一鞠躬向大家道歉 这也是福岛核灾发生之后 清水社长亲自来到福岛致歉 而在记者会之前 东电社长曾经拜访县政府 但是福岛县长拒绝和他见面 只要求尽快的解决这场核灾 目前和一场最新进展 已经排放出所有比较低辐射浓度的污水 而现在开始优先把二号机的高辐射水 转移到涡轮机冷凝器来存放 也开始用无人怪手清理轻爆产生的瓦力堆 密封保存 今天7.0强震之后 相关人员持续的检查有没有设施受损 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异常 在这一场灾难当中 除了关心民众 眼前影响范围最大的 恐怕还是福岛核一场的辐射外泄问题 在亚洲和欧美空气中都侦测到放射物质 一场天灾让日本开始思考 过去的能源政策 有专家建议应该更积极发展再生能源 取代目前对于核能发电 以及石化燃料的依赖 接下来我们就来回顾这一个月以来 福岛核灾的整个变化 还有东电日本政府的处理能力 311强震海啸 引发日本25年来最严重核灾 最让人震惊的一幕 就是一号三号反应炉 接连发生氢气爆炸 尽管福岛壮事誓死如归 日夜抢救核电厂 但每天都有新的状况 外界高度质疑 东京电力公司 甚至日本政府的核灾处理能力 如何处理核灾一个月了还没理出头绪 辐射污染的情况就连日本政府也难以掌握 福岛县政府决定设立2700个辐射侦测站 密切监控各地辐射值 也有专家建议 日本当局必须更积极发展太阳能风力等再生能源 来取代核能 能源安全政策成为灾后检讨重点 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在日本海啸之后 其实还要关心的还有海上垃圾的问题 因为根据外电报道 大批的垃圾 包括了汽车房屋等 这些被海水冲走的物品 目前正在太平洋上形成 长有110公里 面积广达20万平方公尺的区域漂流 这个大小相当于28个足球场 根据专家表示 这些漂流物会随着洋流往东 最远漂到美国的西岸 不过大部分会在太平洋 形成一个漂浮的垃圾场 除了这些漂流物之外 其实还有为数不少的 像是机油柴油等等化学物品 这些对海洋的影响可能更大 在日本海啸中被冲走的东西 包括房子汽车船池等等 现在在太平洋上形成一个垃圾漂浮岛 正随着西风带往东 随洋流漂送 对海洋生态造成影响 大部分是木头或者塑胶之类的话 当然对环境还是会有影响的 就是它也是一个污染的一种 不过它可能会影响的就是说 它会影响到航行的安全跟渔船的作业 那这些物质比起其他的像一些其他的漏油 或者是核子的污染相对就小很多了 这个漂浮垃圾岛估计面积有20万平方公尺 未来可能随洋流一直在太平洋中打转 而专家更担心的是除了辐射以外 更多化学物质其实已经被海啸卷入海里 船舶或者是它的除油槽也全部都已经被破坏 那这些东西全部都现在都在海里面 那只是有些部分它可能在靠近日本的地方 它就已经有沉淀的一个情况 那像刚刚提到的这个木头的话 它就会随着洋流再继续漂 它就漂到处再漂漂一圈 可能漂到美国 那有的部分就回到我们所谓的太平洋的垃圾带这个地方来 这些漂流物得随时间慢慢的风化解体 不过麻烦的是重油柴油等化学物质 则会造成生态破坏 影响程度就难以估计 大爱新闻将来的巡航 台北报道 日本灾后的重建 其实是一条艰巨的漫漫长路 除了要靠政府来统筹之外 也要靠民间力量共同的承担 我们的确看到受灾民众不是孤军奋战的 因为许多人自告奋勇来到灾区 除了安慰人心 也进行清理的工作 给灾民带来很大的力量 在一声声加油的激励下 大家斗志高昂 卷起袖子投入清理 有的人搬冰箱 有的抬木条 来自四面八方的志工 让受灾的民众不孤单 在福岛县一所受灾严重的学校 也看到大家弯着腰捡垃圾 拿着铲子清瓦礼 虽然学生早就转移到其他地方上课 但是有了正面支持的力量 让校长有信心突破难关 除了清扫灾区 有的志工还来抚慰灾民 这位大姐姐带着自己做的绘画本 到避难所来说故事给小朋友听 说完故事还带着大家玩游戏 开心的笑脸让小朋友暂时挥别了忧伤 而在另外一个避难所里 正上演着感动人心的一幕 强忍着泪水悲伤 将毕业证书送到小手上 坐在后方的家长哭成一团 严守县路前高田市 一间幼稚园遭到海啸侵袭 三个小朋友罹难 三人失踪 校园毁损严重 被迫在避难所举行毕业典礼 向师长易鞠躬 告别过去也迎向未来 大约新闻旅方编译 来关心台湾的天气 今天下午开始东北季风增强 北部还有东部地区气温是明显下降 甚至出现了短暂震雨 而根据气象局的分析 日本辐射外泄将在15以及16号 也就是星期五星期六这两天距离台湾最近 不过因为这两天预估都是晴朗的好天气 因此不用担心辐射雨的威胁 大家关心辐射雨的情形 因为目前我们的资料来研判 未来五天的轨迹上面来说 就算离我们台湾比较近的情况 大概是在15号到16号左右 那那个时候大概离我们也还有800多公里 所以从这个轨迹跟这个风场上面来研判 它直接有一些外泄的情况 然后影响我们造成一些辐射雨的情形 其实并不至于有一些辐射雨的状况 从气象局的分析图来看 日本辐射外泄将在15、16号两天 距离台湾最近大约有800公里 不过辐射值仍然属于微量 对人体不会造成影响 由于今天下半天 北部以及东部地区转为有雨的天气 原本担心下雨情形如果持续 辐射尘可能容易随着雨水附着在人体 形成了辐射雨 但气象局表示说 13号开始到17号周末 都是无雨晴朗的好天气 因此民众不必恐慌 根据日本NHK电视台的调查 台湾有10%的人口是素食者 是全亚洲仅次于印度的第二大素食人口国家 NHK电视台为了介绍台湾的素食文化 特别来台采访素食达人谭爱珍 谭爱珍不但是大爱电视台素食节目的主持人 她本身吃素已经24年 因此透过这一位素食达人的介绍台湾多元的素食料理 不但能够让日本人有更深刻的认识 也希望把素食文化推广到日本 专专业的摄影机详细的流程安排讨论 日本NHK电视台特别来到台湾 要介绍是台湾素食 并请来素食达人谭爱珍 带日本人认识素食 增强我们身上的胶原蛋白 就是要多吃这种白木耳 谭爱珍吃素有24年 同时也是带电视台素食节目主持人 透过达人的经验分享 也能让日本人更能了解台湾素食文化 用一种比较就是轻松快乐宽广的心境 然后支持我的使命 要推动大家都能够舒适 根据日本NHK电视台调查 台湾有10%的人口是素食者 是全亚洲仅次于印度的第二大素食人口国家 有位素食者多 相对的卖素食材料的店家也多 因为在日本全东京只有三间素食店 台湾的素食是这么样的多元化 那么他们不同风味的素食料理 应该是全世界台湾是最特别的 所以借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我们就是说希望介绍给外国朋友知道 透过NHK电视台的来台采访 希望可以让台湾素食文化推广到日本 让更多人加入吃素行列 为地球环保尽本心力 南新闻山女俊威台北报道 北区人医会在台北车站 为外籍劳工朋友定期举办健检议诊 八年来除了慈祭志工之外 已经吸引了更多愿意共同付出的人 包括了松山高中的合唱团 还有台北慈祭医院的同仁 都利用假日来投入 昨天一共服务了218位的外籍朋友 透过医疗协助解除他们身心的苦痛 眼看议诊就要开始 中正区的机动组志工各个伸手迅速 核心协力把帐篷一个一个搭起来 这样的工作已经持续八年的时间 每个人默契十足 四月天阳光明亮 台北车站人来人往 一阵悠扬的歌声吸引大家注目 这首四季虎歌曲是由松山高中学生演唱 他们利用假日来到议诊现场 我们看到说慈祭对了外劳 做了这么多的有意义的活动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尽一份心力 那他们的专场就是合唱 所以我们就是用音乐的方式来表达 对外劳的关系 另外还有一群年轻人帮忙引导 他们是台北慈祭医院的同仁 慈祭医院它最大特色 就是除了工作可以帮助到人们之外 那在下班之余也可以有机会 可以就是走入社会来为大家做服务 虽然我们能够付出的 不像医护人员这么伟大 他们懂得比较专业的东西 可是我们也可以尽自己 一点小小的力量 然后去帮助他们填写问卷这样子 然后协助他们带到不同的一个 需要他们问诊的地方这样子 医诊现场声音吵杂 但仁医会李嘉福医师 一点也不受影响 比较放松的状态 他都想到比较正向的快乐的事情 即使声音讲到沙哑 仍然保持热诚的服务态度 有很多人不太敢来看身心科 所以他们都往往会到最后 所以你到最后一个关卡的时候 你不要放弃任何一个 想要走进你整街来的人 八年来北区人议会带动更多人加入 人人都是不寝之师 就是为了让离乡背景到台湾工作的外籍劳工朋友 身心都受到抚慰 大爱新闻之上美之工叶金英 陈李少铭罗瑞欣台北报道 医疗脚步我们看到了东部地区 关山慈祭医院位在花东纵谷台九县的省道 守护小镇居民健康到现在十一年的时间 小镇医院除了医疗服务不打折 还展现跨宗教的关怀 因为在同一个镇上 有一个圣食自驾疗养院 它长期照顾重大或是慢性病患 而关山慈愿就像是老朋友一样 长期的给予支持 虽然一个是佛教 一个是天主教 但是两个单位对于大众的爱心是一致的 这也让人看到一份无私的美好情谊 戴着厚重眼镜的陪修女 在康琴照顾残疾老陆的 盛食自驾疗养院里 触徒都散发着无微不至的心 我们给人家有什么的要把它抹粉 因为它有对味管的不错 她从奥地利被分发到半个地球远的台湾 已经有26年 这个是刚来的 我做小我一直想当修女 我度幼稚园也是在修女那边 一口流利的中文 加上道地的台湾名字裴彩云 让她紧紧贴近这片土地 只是她服务的疗养院 经常遇上经费及用品短缺的酒店 我们常常会到我们院 我们也过来一下 新鲜军 2007年1月23号 疗养院的好邻居 关山慈激医院潘永迁院长和慈激志工 带来手脚充气室隔离固定套组等附件用品 还有白米 让天主教梁永远与佛教医院 有一场温馨聚会 同时也为梁永远内的医疗废弃物 找到了解套方法 护士送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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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每天 每天都要送 骑摩托车送去 对 其实梁永远修女像亲人般 照顾院内40位重大或是慢性病患 感人事迹让同一个镇上的 关山慈禁医院医护同仁相当感动 多年来 陪修女未病患复出的故事 还成为大爱剧场 《爱香水里》相当温馨的篇章 所以我们很高兴有观持 他们主动跟我们联系 老人就医的地方 真的非常方便 佛教跟天主教 不分宗教的 来提供医疗服务 从医疗关系演变为伙伴关系 不是三言两语就说得完 服务不分国界 来自国外的裴彩云修女 还有从香港到花莲寺院 再转到关山小镇服务的 潘永远院长 同样有着不简单的精神 两院间互动密切的点滴 令人回味 也见证了朋友总是老得好 台北的国际花卉博览会 有一个宝特瓶为建材的流行馆 而在高雄陵园环保站 也有一座四五平大的环保屋 四周的墙都是透明的 回收宝特瓶组合而成 而里面所陈列的都是 回收样本等教育用品 将来它就是学童 来了解回收资源最好的场所 志工们仔细把回收的宝特瓶 清洁切割 最后还要组装起来 要赋予这些宝特瓶心无名 一种一种的形态都不小 你现在在做的是什么 现在这是要做壁 做壁 宝特瓶组合成条状 可以用来做成墙壁 一点都没错 来看看这间屋子 墙壁就是透明的宝特瓶组成的 而且它还是百分百的环保屋 我们小孩在外面的建筑 那个红台监壁 我才缺买过来 再利用 再利用 那里面是我们回收的银门汤 回收来的铁条 铝门跟宝特瓶做成 灵源环保站的这间环保屋 里面还放进了各种回收教学道具 将来就是学童认识环保的好地方 小孩如果要去买的时候 不知道会在买 整片都补下来 我就没有在考虑了 这间坚固的环保屋 有着宝蓝色的外观实在很亮眼 甚至有人想把它带回家 我们家里有这间也很好 由环保志工们合理完成的环保屋 一共使用了4500之宝特瓶 将来要肩负起环保教育大任 也成为灵源环保站的特色 大约新闻 陈亦正正平高雄报道 凤山青年国中向政府申请了漂流墓 让志工专门指导学生 把这些漂流墓做成各式样的桌椅 而校方也请来了书法家 把静思语写在这些漂流墓的桌上 让学生在欣赏漂流墓艺术品的时候 也能够熟读静思语自我体力 在志工的教导下 学生们把漂流墓表面磨到发亮 但要让这些原本看起来毫无用处的漂流墓 变成桌椅 可得花上很多功夫 净子系好的话它就会这么粗的变 后面经过了几道的手续 经过了三四道手续 就可以变成肥油了 来 你们看 比你的皮膚更幼吗 今天国中向政府申请了一批 八八水灾石的漂流墓 打造成桌子之后 书法老师黄中本就在上面提字 写下的不只是对学生的叮咛 还有静思语 当他坐下来的时候 陈诗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这些静思语 那同时也让他自己能够去反省 那我也跟孩子们讲 这么多的静思语当中 只要孩子们你们好好的去实践一句 那就成功了 像这个桌面上就写着心宽念存 希望借由漂流木上的静思语推行品格教育 让孩子在欣赏漂流木艺术品时 也能静下心自我省思 大海新闻陈一真正平高雄报道 APEC第三届未来科学会议将在台湾举行为期三天 来参加的13个国家将近100个顶尖科学家 每个人手上都拿一件大爱感恩科技公司 所做成的宝特品环保衣 当作参与会议的制服 提出这个构想的台大物理系傅伯昭明教授 他希望除了把台湾的环保科技发扬光大之外 也希望这个环保概念升值每个来参加的人 用他们的影响力替地球来做点事情 新闻最后带您到澳洲墨尔本 当地一家养老院出现专门陪伴老人家的机器人 这款机器人模样相当可爱 还会跟老人家互动 现在高龄化社会这项人性化的科技 或许能够带给银法族更多的欢乐 感恩您收看这一节新闻 祝福您有个平安的夜晚 我们再会 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